一人薪水每個月扣三千 我們請個黑絲外來倒茶 大家要不要 一個月三千 晚安 吃飽了 今天那個 保齡球的影片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一下 本人畫質比較好 還3D的 駿凱今天我跟你講 上個禮拜調教過就是不一樣 見面就是100顆了 因為他知道100顆可以置頂10秒鐘 駿凱你今天從頭到尾 你就是一直弄心心就好 我們這個駿凱是馬自達新裝 新裝所的業務 馬自達行車有興趣都可以去找他 抱我的名字沒有比較便宜 但是這個可以直接跟他殺到見底 殺到見血沒有關係 不用看我的面子好不好 買新車是這樣 誰便宜跟誰買 二手車就不一定了 二手車你如果買到最便宜的 你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中槍了 就跟我那個 上個禮拜拍賣場的那個一樣 你不小心就中箭落馬了 這個買二手的東西就不能 誰便宜找誰 應該是要誰 口碑好找誰 對不對 這給大家一個觀念 假設是原廠有賣二手的iPhone 口碑好的店有賣iPhone 跟這個某某橋底下跳掃市場 跳掃市場的iPhone 這個水準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看到是一個iPhone回家 iPhone Pro Max 很開心耶 等於一開機 怎麼一隻綠色的機器人 有沒有可能有啦 好不好新車沒有差 新車就是誰服務好誰便宜跟誰買 你可以去找俊凱跟俊凱講 我不需要你的服務 你不要服務我 你給我錢算便宜就好了 也沒關係 反正出事情也是回原廠 也是回那個保修廠 沒差對不對 所以這個誰便宜跟誰買 沒有問題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乾爹好不好 這個花個時間介紹一下乾爹 因為這個隱形眼鏡是醫療用品 所以我們只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牌子 這是日本的牌子 那其實他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已經以前就已經用他們家的 就是我們旁邊這個 Seed Seed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有看過啦 他這個是日本來的 北川禁止的廣告有沒有 我以前有看的這個很歐聲勒 他這個盒子做的就 號稱這個日本製的嘛 日本的公司委託台灣製造 應該是這樣 我現在看是這樣 對啊 北川禁止 北川禁止有沒有 我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子 看到北川禁止代言就是要買一下 介紹一下他們的牌子 你們可以去各大賣場研究一下 然後這個 有沒有 這讚耶 這個是右邊的這個火星計畫股份有限公司 他們名字取得很屌 結果他是賣金魔槍的 這也蠻屌的你知道嗎 這個按摩槍有一個很厲害的故事 我畫個五分鐘我講一下這個小故事好不好 這個 Project Mars這個火星計畫這個 我之前我買了一隻大隻 這隻真的超強 這震動真的超強 這個真的欲鮮欲死 我跟你講 喔哇 夭壽啊你看 你有在運動嗎 要放鬆啊 這隻真的很強啊 這隻這樣用 哇真的超棒 因為我跟你講這要有點重量感 他會這樣壓著很舒服 那我以前用這個我晚上半夜有沒有 在家用 因為我家住山上很安靜 這是開下去我跟你講 這聲音有夠大聲 我很怕鄰居以為我在幹什麼 你知道嗎 我很怕鄰居 因為晚上這很大聲 後來我去買了另外一個牌子的 沒有賣啦 我在講這個介紹這個 我去買另外一個牌子的 結果那個就比較安靜 結果那個牌子我用半年就掛掉 就GG就壞掉了 然後呢 我就要把它寄回去保固嘛對不對 結果我寄錯了 我拿這個牌子的箱子 裝著壞掉那一隻 然後寄到這間公司去 那個經理碰巧 有在看我的頻道 他就傳訊息給我說 小四哥你寄來的這個 壞掉的按摩槍我們收到了 好箱子是我們的 可是裡面那一隻是別的牌子 那我就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寄錯牌 然後他說小四哥我幫你寄回去 然後我再送你一隻小支的試用 所以沒台沒錢 我給人家寄錯公司 然後恰巧那個經理認識我 然後又寄了一隻給我試用 所以我這個義務性的 幫他們做一下介紹 小支的就比較安靜了 但是坦白說 他的強度就沒有這隻那麼強 好不好 這好用 晚上用才不會弄 感覺說你是不是在做壞壞的事情 就幫他們這個介紹一下 不過這個是真的蠻耐用的啦 因為這一隻你看 我後來買那一隻都已經超壞了 這隻還活著 而且還非常強 這就很重用的意思 用到這個頭我都已經把它用爛掉了 頭都已經分離了 這隻都還沒壞 好不好 就是幫大家這個推薦一下 因為現在市面上好像蠻多這個的 可是我覺得這隻對於運動的人來講 真的很強 很好用 真的很強 你如果吃重鹹的 要買那個大隻的 這個工商服務時間都在這邊 聖帕斯我們的老朋友 一直在贊助我們 這個也不用多介紹 就是考爾 大家可以去他們官網 如果你的車需要換考爾的 可以去研究一下 強度比較強 用起來還不錯 剛好是這個原廠升級的好選擇 回到正題 我們今天要講 要講什麼呢 我剛剛說我整理這個禮拜的 觀眾朋友的問題 有一個是這個 有人 有一個觀眾朋友跟我說 他想要買 某一個廠牌的某一台車 然後這個 他說修理廠叫他不要買 我就說 那個修理廠是 他說現在開國產車 那所以說他這個 都已經五六年的時間 都在這一間保養廠做保養 做維修 然後他可能他想要換一個 比如說 德國車歐洲車進口車 那種稍微比較高等 高階一點的 然後他說他的修理廠 一直跟他講說 你不要開進口車 你開國產車就好了 他說那個車不要買 比如說他問他說什麼 那不然我來換一個 B&W好了 那修理廠說 B&W不要買 這個坦白說 這樣我不是要黑所有的修理廠 但是這樣的修理廠 我是有遇過的 他跟你認識那麼久了 那其實他不希望你換一台 他不會修的車子 我坦白說 是有這樣子的修理廠存在 但我不是說全部 應該少數是有這樣子 那我講嘛 各行各業都是這樣 一定有好好做生意 跟不好好做生意的 修理廠是這樣 因為時代一直進步 科技一直進步 車款也一直研發新的科技 所以其實修理廠本身 他其實要不斷的進修 要一直去上課 甚至他要購入最新的這個檢測電腦 所以說其實如果像有一些 坦白說有一些比較做比較久 比較local老字號的 其實他已經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跟這個經歷去進修 去更新他的東西 所以我是有遇過這樣修理廠 是他不希望他的客人換 他不會修的車子 因為以後他就會少少掉一個客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參考就好了啦 真的參考就好了 因為畢竟這種是有厲害關係的角色 因為其實大家在做一件事 最怕就是厲害關係 你朋友想要賣你保險也一樣 你朋友想要這個做直銷 跟你做直銷 叫你買產品也是一樣 當你有厲害關係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話就要 你自己要懂得怎麼去分辨 真真假假好不好 不要老是聽人家講 什麼可以買什麼不能買 那你會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判斷能力啊 對不對 因為現在資訊很發達 假資訊也很多啊 那你要怎麼學會自己去判斷 哪個資訊可以聽 哪個資訊不能聽 什麼人講的話要聽 什麼人講的話不能聽 你要聽小事覺得 聽聽笑笑也沒關係啊 我有客人跟小事跟我買過 售後服務真的負責用心評語很高 講到售後服務其實 我在這邊真的要鄭重的道歉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人員真的不多 那其實有時候像我們人員 服務人員回訊息 回LINE的訊息真的會比較慢一點點 如果你很緊急 你可以播電話給服務人員 或是播電話到公司 那如果這時候服務人員沒有接 或公司沒有接電話 那真的是這個公司要檢討了 因為你傳LINE就代表說 你可以等待回覆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有一些人我常在講 他在傳訊息的時候 傳完他才前一秒剛傳完 他後一秒他就丟一個問號 真的有些人有這種壞習慣 那個問號會讓人覺得說 你是很冷的 所以像有時候像我下班回去 11、2點我才開始回訊息 我看到那個問完後面加個問號 我通常我都最晚回 我坦白說 當我身為服務業不能這樣 抱歉 我就比較賭氣這種 就這種問法你知道嗎 所以我是覺得 有時候就是你 如果你能用傳訊息的方式 那就代表說可能沒有那麼緊急 你只是有些疑問有些問題想要問 可能就稍後一下這樣子 你如果真的很緊急 你發生了一些很緊急要處理 是跟人家燒龍 還是車子挖拋錨或是怎麼樣 遇到緊急狀況用打電話的 千萬不要傳訊息 因為傳訊息真的會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回覆 坦白說人力真的不是那麼足夠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可以無限制的請人 甚至我可以請7749個服務人員 24小時接聽電話 問題是這些錢 我就是必須灌在車架裡面 我就必須找我的消費者回收這個錢 那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我只能用如果我能夠用最低的租金 最低的人事行政成本的費用 然後又能維持我的生活 然後又能給大家一個還算OK的服務 我覺得這樣大家才是雙贏 三贏、四贏、五贏、六贏 非常的贏 好不好 大家都贏 這樣 我覺得這樣比較對 要不然要花很多錢 我也知道 我也想要辦公室漂漂亮亮 落地窗 我常常在講 請兩個黑絲襪來倒咖啡 對不對 一個月付個幾萬塊 然後看他在那邊穿黑絲襪走來走去 賞心悅目 對不對 柯P也很開心 對不對 阿呆也很爽 每天沒事就在那邊 看著那個小姐姐在那邊走來走去 大家都很開心 問題不是啊 這錢找誰用 總不可能扣他們薪水吧 我跟你講 男人是這樣 你如果說在那邊看黑絲襪不用花錢 是公司的同事 大家都會看 如果說阿呆你每個月扣三千 每個人大家三千湊一湊 來請一個黑絲襪 我跟你講沒人要出啦 大家都是想看免錢的啊 哈哈哈 你知道 一個人扣不然這樣啊 看我找他們全部來 柯P全部找來 一人薪水每個月扣三千 我們請個黑絲襪來倒茶 要不要 阿呆要不要 一個月三千 不是只能在公司看 付他的薪水而已 也不錯 阿呆要說他三千OK 阿呆你再去找 全部的男生一人三千 我們就可以請一個了 要不要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問泰山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覺得泰山這個 可能沒什麼興趣啦 為什麼是黑絲襪 有考慮泰山的心情嗎 我跟你講 不用考慮泰山的心情 泰山有我就夠了 他每天來有看到我 是他來上班最大的動力 黑絲襪還是網襪都可以喔 薛小雨這個有興趣面試私訊喔 一人 我們夯不夯當 湊一湊應該三四萬塊 員工一人三千應該也有吧 阿呆要不要 屁咧 真的假的啦 阿呆很苦了 你還為了這三千你確定 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相信一定有人不敢的 因為我沒辦法 我一定要這種方式 阿呆你懂不懂 我一定要是說 是他們願意自動減薪請這個黑絲襪 阿我跟我老婆才能交代嘛 對不對 阿呆這個是這個婚姻的技巧 你懂不懂 我不能自己花錢請 我要說是 柯P他們齁 大家這樣湊一湊 他們寧願自動減薪 請這個黑絲襪來 那我沒有辦法 這員工自己請的 我沒有花錢的 那沒有辦法只能請他來到咖啡了 好不好 就這樣說定了好不好 對這過錯都推給你們就好了 不要弄到我身上 我不必要一個人懶 好不好 好不好 要不我請來我 回家跪算盤的是我 我阿媽在意淫的是你們 我怎麼受得了 那就這麼決定了 這就是這個 我們婚姻美滿的這個 的秘訣 錢給泰山穿黑絲襪就好解決 泰山穿黑絲襪叫我看 他要給我錢 好不好 我給他錢 開玩笑 我要跟他拿錢回來看醫生 我跟你講 搞不好要去收金 然後去行天公收金 比基尼洗車的話 可能 三千塊一人三千不夠 一人可能要五千 哈哈哈哈 阿呆 每個人加兩千升級比基尼洗車 要不要 阿呆現在什麼都好 呆懂 現在很好處理 再一個我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上一次我不是有公佈一個我在 我發了一個我在拍賣場上面的影片 那我藉由這次因為會剪精華 我藉由今天的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發這部影片的出發點是什麼 我覺得很好啦 因為接收到很多正反面的這個留言 那無非就是覺得說 你這個是不是在划重取寵 或者是說你這個一定是為了流量 那你這個不道德啦等等的啦 安全帽被幹了就幹別人的 還是收到假鈔 再把假鈔拿去花掉 就類似這一種說法 那其實這部片在上之前 我就跟泰山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這個片是很尷尬的 因為我如果說今天沒有發這部影片的話 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人知道我幹過什麼事情 甚至說我把這台車我都不要講 那個客人急著在過年前要用車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大保養做好 修補好之後我不要講我交給客人就好 跟他賭看看 一年兩年三年保固期後 沒我的事了 他沒有辦法規則到我身上 保固期也過了 我不拍不發布這個影片不講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好那我發布這個影片 你說是不是在充流量呢 是也是嘛對不對 因為這也是一個題材啊 大家會有興趣的題材 還有一個就是其實我最主要的一個角度 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當你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代標 然後他po的很便宜的價格 那你會覺得說好像很便宜 那我只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先不論拍賣場政策是怎麼樣 今天代標做的事情就是幫你標 所以他只是仲介而已 幫你去標這個東西 假設引擎買到引擎破洞 他也不會跟你負責任 拍賣場也不會跟你負責任 沒有人會跟你負責任 你覺得你買的很便宜 但是他有沒有風險 有我只想跟大家分享 他是有風險的 重點是在於說 我去上面把他抓下來 我為了賺錢 我把他拍下來我是為了賺錢嘛 沒錯嘛 但是我有承擔風險在裡面 我承擔的風險就是 萬一這個車回來有問題 拍賣場不理我 我不能把這個風險轉嫁給我的消費者 那我寧願不要嘛 我賠錢我再丟回去嘛 哪裡來的哪裡回去嘛 我是這樣子覺得啦 秉軒說小事哥正氣 我覺得沒有正氣啦 因為我做這個事情 我也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你收到假鈔再把假鈔花掉 不對 但是我收到假鈔 我不會把假鈔花掉 為什麼 因為假鈔一千塊兩千塊 了不起 我吞得下去 但是二十幾萬 我說實在 我還真的吞不下去 依我的能力 我還真的吞不下去 所以我沒有覺得自己很高尚 但是坦白說 我也不覺得我做了一件很壞的事情 但是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示範 我還是在這邊強調 二手車這個東西 不是誰便宜跟誰買 你跟他買車的這個老闆 是不是一個負責任肯負責任的老闆 我覺得這才是你們必須要 把握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大家 都輸了都給你賺 錢都給你賺就好 大家都隨便買就好 不用 真的不用 我還是在強調 全國還是有很多的二手車商 辛辛苦苦的在累積自己的評價 大家都可以一個一個去網路上去做搜尋 我相信你們一定找得到 有在累積自己評價的車行 你不用一定要來找我買 而且我希望藉此去導正 不管是消費者的觀念 跟二手車商的觀念 我的頻道 我的直播很多二手車商在看 米家也講了 有很多人說 你就便宜 你要賠這六萬七萬 你就便宜給你的客人 然後跟他講清楚 我跟你講 講清楚沒有人要買 因為我跟你講 大家都不是聖人 我不是 可是我跟你講 買的人也不是 真的 我今天真的跟你講說 這台車引擎有破洞 我要少六萬給你 你不敢買 你來問小事 小事哥 我在別的車行 看到一台車引擎有破洞 然後他要便宜行情六萬賣 我可以買嗎 我也會跟他講說 你為了便宜這六萬幹什麼 你都要貸款的 你多貸六萬可以買太正常的 你怎麼不要 你為什麼要為了貪這六萬 你去買破洞 我也會跟我的消費者這樣講 所以 這個是人之常情 我以前 來我跟大家分享 我去日本 我不是說我去考察過嗎 日本有一種店 有一種二手車行 他所有的車買回來之後 他完全都沒整理 他就丟在一個場地裡面 然後每一台車標上價錢 全部都是現況 所謂他的現況是真的超級現況 就是回來以後 我們有去看他場上的車 你門打開裡面還有垃圾 還有沒喝完的飲料 還有裡面的一些手機架 什麼私人的物品 全部都在車上 每一台車都這樣 他是真正的回來 完全都沒動過 就是從客人的手上買回來之後 他就放在那邊 就標價了 然後每一台車什麼 都沒有保固 就是照這樣賣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樣賣 你買了以後 你再去這個勾選 比如說烤漆哪幾個地方 美容多少錢 他慢慢加價 然後你要這個換皮帶多少錢 你要這個大保養多少錢 哪裡肉油要用多少錢 一個一個去加價 你懂我意思嗎 那我曾經 我也有想過說 在台灣能不能這樣賣 後來我跟你講不行 我想一想真的不行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你去看一台車沒整理 在台灣 你門一打開 裡面放一個檳榔杯 你買不買 裡面的那個煙味缸拉開 裡面都是混曬 你買不買 你會不會買 我跟你講沒有人要買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車行 他不管說這個底盤肉油肉的袋 多誇張 引擎肉油肉的多誇張 甚至這個引擎發起來有多大聲 他都不管 他先把內裝跟外表用的漂漂亮亮 為什麼 因為消費者就愛看這樣漂漂亮亮 而且這個如果演化到最後 會變成怎樣你知道嗎 如果在台灣商人會變怎樣 他先把這個車回來先整理過了 然後放在那邊跟你講 你看那台我還沒整理 你看裡面那麼漂亮那麼乾淨 裡面之前搞不好還有小孩子吐 檳榔炸粉色 用那整個 他都清過了 然後放在那邊 然後就跟消費者講 我們這邊現礦店喔 你看這台車現礦就那麼漂亮 你看門打開 裡面還香香的 如果在台灣商人就變這樣 整理過跟你講沒整理 就上次的影片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當然有很多人提了很多 甚至還有一個跟我講說什麼換引擎 換引擎 你不要說換引擎是刑事責任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引擎號碼不能變造 不管變造跟偽造都是一樣的 那都是刑事責任 那是觸犯刑法 不可以這樣換引擎 那不是正規的 那當然是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有人說 好你可以去合法的更換引擎 合法更換引擎之後 你花的錢 你賣出去 你還是賠差不多的錢 但是你可以不要把這個鍋丟給下一個人背 沒有錯啊 但是問題來了 一樣的一個道理 跟你只是說引擎破洞 那你不敢買對不對 那我如果跟你講 這個引擎換新了 你敢不敢買 你的想像空間很多 為什麼引擎要換新 這車主是不是之前改車 這車主是不是開車很超 為什麼要換引擎 為什麼要把引擎換新 到底為什麼 所以你的想像空間很大 你知道嗎 你想像空間很大 你也不會買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像你去看一台車 他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車頭 保險桿 水箱罩 兩個車燈都換新了 你看這車那麼漂亮 你心裡第一個反應是 為什麼他要燈水箱罩 保管要換新 是不是撞到 怎麼可能他沒事換新 他是不是撞到了 你是騙我 你是想騙我 你是看我沒讀書想騙我 其實坦白話講 這個也不能怪消費者 因為台灣的二手車市場 本來就有點混亂 我覺得現在 比以前我小時候好很多 那有很多願意努力的店 所以說這個可以慢慢洗白 對不對 要不然 正常來講 大家會站在一個比較懷疑的角度 去對這種 針對這種二手車商說出來的話 其實會抱持一個比較懷疑的角度 然後這個 好啦 反正剛剛聊這個拍賣的事情 反正這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說增加流量 蹭蹭流量也有啦 好不好 因為評估過了 一定是利大於弊 因為我們要宣導的東西 跟我們可以得到的這個反饋 一定是利大過於弊 我才會去選擇發布這個影片 而且這個影片還有一個很大的效果 是我也希望給大家知道說 人並非是完美的 我也不是完美 我也不覺得自己是完美的 對不對 我們媽偷偷也是會停個紅線 可能不小心變換車道 也是忘記打方向燈也有可能 我這個人不會想要在 好像在螢光幕前面 塑造說自己是網紅 所以自己就是很乖 這個扶老太太過馬路 然後不會很跨馬路 然後這個 每天都說請 謝謝對不起 對不對 我們也不是這麼完美的人 這個也是我裡面 某部分的含義 對啊 如果每一個在螢光幕前面的人 也好 網紅也好 都好像要把自己塑造 棒塞都粉紅色的 棒皮都香的 我覺得這樣已經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了 這種宣傳法我覺得已經過了 大家都會想要看真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就是真的躺著比較高 就是真的躺著比較高 女孩子看到我們就是會嬌羞 就是會含大嘴 這也是正常的 像泰山也常常跟我說 請謝謝對不起 泰山都跟我說 對不起 請借我錢 謝謝 多客氣 多有禮貌的小孩 有沒有 你看潘伯月說了 對不起我沒帶錢包 這頓你請 謝謝有沒有 一樣的意思嗎 沒有 沒有什麼厲害的啦 敢拍片公開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我真的自己 沒有覺得很厲害 真的 我們也是蹭蹭流量 然後這個 反映一下社會的現實狀況 然後提醒大家 這個東西是有風險的 另外再跟大家講 車商好像很好賺 從上面弄一台車下來 然後轉手賺差價 不是這樣真的有風險 投資婊子也會有去無回啊 對不對 真的都有風險 我們賺的也有風險的錢在裡面 真的啦 我永遠都不知道 我這個月可以賣多少台 我永遠都不知道 我這個月繳不繳得起房租 對不對 我永遠都不知道 我這個月發不發得起薪水 這個都不知道啊 那這是什麼 這是風險啊 所以每個人賺錢都辛苦 賺錢都有風險 真的不管你做什麼 都是有風險的 大家可以去看我店裡面的一台 有一台011年的artist 不到10萬 我忘記幾萬可能要查 可是我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買這樣幾萬塊的artist回來 然後我整理這些耗材 包括他可能外面要烤漆啊 PE可能要幫他做一下 因為01年了很舊了 20年了 然後一些耗材也差不多到時間 該壞的也壞了 該換的也都要換 換完之後呢我的成本 可能會在約莫在10萬左右 10出頭 然後我賣14萬8 大家覺得喔好貴喔 小絲壓幾隻 01年的artist 20年了 還要賣14萬8 14萬8 有夠貴的 那還不如說我買回來 都不要整理賣個7萬8 6萬8 8萬8 然後拼 跟你拼好說 這車不保護 你才回去好壞靈魂 好壞靈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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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你自己處理 我沒有自己處理 我不會自己處理 我不會自己處理 你後來要給我介紹客 好不好 我不會這麼燒得好回去 隨便運動 隨便搶去 隨便搬去 隨便搬去 都你家的事情 我還不如這樣賣 節省時間 這個叫做賺十賺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這也是漸漸說 為什麼10萬以內的車 我不喜歡賣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車是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一台車競價5萬 要換一個引擎腳 跟一台車競價50萬 要換一個引擎腳 價錢是一樣的 假設artist01年的引擎腳 一支3000 假設我買30萬的artist 引擎腳也是3000 但是所佔的比例不一樣 3000至於5萬 跟3000至於50萬 30萬 那個比例就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當我這樣整理下去的時候 5萬整理到變10萬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車怎麼那麼貴 所以為什麼漸漸的 當我做到了一個規模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再給大家很便宜的車子了 因為我要花更多的時間 然後修完之後還要測 測完之後再修 修完之後再賺 然後你就覺得很貴 那我何必 我賣新一點的車子 要整理的東西少 要檢測的時間短 賣出去客人滿意度又高 那我為什麼要去賣便宜的 又難賺又要被嫌貴 有人說 所以這樣10萬的車是賠本賣嗎 我跟你講數字上都是不會賠本的 我10萬賣14萬是賺4萬啊對不對 但是問題你把時間算進去的話 不要說賠本啊 講賠本不好聽啊 沒賺錢很難賺 對不對 因為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整理 要整理更多東西 我今天30萬的artist 50萬的artist更新 我檢查完 需要換的東西就這些換一換 大保廠做好 我一樣可以賺個2萬3萬 那我一個10萬的車 我要賺2萬3萬靠腰 你覺得比例很高 哇10萬你可以賺2萬3萬 問題是中間花的時間更長 換的時間更多 然後賣出去以後風險更高 為什麼 因為他有年紀了 他20年了 跟10歲的小伙子比 你40歲50歲 你的印度跟20歲的時候一樣嗎 你們我是不知道 我是一樣啦 我現在印度跟20歲是差不多啦 所以其實時間成本沒辦法算啊 站在我的立場我也很失望啊 我會覺得說我花更多時間更多精力 更多精神在整理這個便宜的車 然後賣出來又讓人家覺得不便宜 那我何必去幹這事情 私利不討好嗎 我現在我有特斯拉200幾萬的車 我還在賣那個10來萬的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人有這個需要啊 我常常也被店長抱怨說 小師可不可以不要再買便宜的車 要不然整理起來更累 然後回去可能這個小毛病 有時候要檢查測試的東西又更多 然後又站公司的一個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現在是這個寸土寸金對不對 你一台10萬的車站在那邊站一個位置 你一台100萬的車50萬80萬的車也是站一個位置 那當然要買新一點的比較划算啊 對不對寸土寸金嘛 所以堅持到最後我會覺得說 那如果有一些失望 我就慢慢減少這種便宜車的 要不然以前我便宜車其實蠻多的 我本來就是從沒錢的時候開始做生意 我就是賣幾萬塊的車開始賣的 所以我對這個車是有感情的 因為我覺得賣這個車是真的可以幫助到別人 但是以前因為人少車少 檢測起來修起來容易嘛 然後成本比較低嘛 因為人工就這幾個而已啊 那現在人多了地方大了 再來坐這個便宜的車 有時候算起來其實就沒那麼划算了 好那最後還有一個這個禮拜 我最後一個實踐差不多 還有一個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上個禮拜我遇到一個客人來買車 那我們一般我們都會幫你們介紹這個貸款的銀行嗎 因為我們有長期在配合 然後有些客人來 他就說我有一個朋友在做貸款的啦 我有去找我朋友在銀行裡面工作的啦 然後自己辦貸款啊 我可以這樣跟你講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是不知道你跟那個朋友熟或不熟 認識的有多深 可是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 車貸的部分啊 我這一邊的利率啊 外面要比我低很困難 除非你是軍公教 軍職人員 什麼工職人員 前一百大兩百大企業 有那個特約銀行的 那以車貸單舊車貸來講 我跟你講你在外面辦的利息要比我 我們幫你介紹辦的還低 機率是非常低的啦 我最近就遇到一個啦 說什麼啊朋友啦 就熟的怎麼樣 然後辦完之後啊 我去看那個利息啊 哪有低 朋友哪在朋友咧 我去看那個月付款 那個利息哪有低 我可以幫他辦2.99 他去辦3.5% 哪有低 好不好 有時候那個東西就是一個假象 我跟你講喔 沒有意外的話 車貸全部全國最低 就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你自己出去辦 跟我幫你介紹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我中間沒有收中介費 我再次強調喔 我中間沒有收中介費 所以我敢說 我這邊的利息 你在外面很難找到比我更低 幾乎不可能的 如果以車貸來講 那你什麼均職人員工職人員 那個不算車貸 外面介紹的什麼 哪個銀行哪個銀行 那銀行也都是我們配合的銀行 只是你找了不同業務 你找了不同的業務 他幫你辦多少 我怎麼知道 中古車不是都6到8% 沒有喔 我們有一些簽約的合約利率 可以到2.99 逼近很逼近新車的利率 那當然貸款這個東西 是大家都有機會去運用的啦 因為現在利率真的比以前還要高 我以前我常講 我那個買第一台K8 媽中槍那個辦到16%的利息 怕死人那信用卡利息 我去辦車貸辦到信用卡利息 我媽媽又買到世故車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不能那個啦 因為這樣很像在擋人家財路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沒有講是針對誰 反正就是你們以後 如果自己有去外面買中古車啊 要找貸款的 你們自己也是要比較一下注意一下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車貸利率試算 最常發生的一個狀況就是 業務跟你說我只幫你辦3% 那你把他的月付款倒推 你去這個車貸試算的網站 你輸入進去 你就知道他有沒有騙你了 比如說他跟你講 一個月繳12121對不對 那跟你說這是3% 比如說30期 那你去這個車貸的試算網站 那你用這個12121去回推他的利率 那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幫你辦的是3% 那你要做業績是ok 但是做業績也不能做太高啊 你要幫他做業績 然後他幫你做比較高的利息 那你不如直接拿錢給你的朋友花 不是很好 對不對 那不是很簡單 你說朋友啊 業績爛薪水不好 你直接拿錢說 這補貸你的利息6000給你啦 對不對 做業績是說他不賺錢 幫你辦他能力所及最低 那才叫做業績嘛 對不對 他的公司也會分走你的利息錢 那你不如直接給他給你朋友錢 不是更快 我是這樣覺得啦 啊何必要分他公司賺 他公司又對你不好 公司跟你又不認識 也不用給他公司賺 你就直接給你朋友現金 好不好 那啦那啦 拿去開啦 哇時間過很快 聊一聊到10點半了 好不好 老闆娘也回來了 我們說話也不太方便了 好嗎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這個說話 你看棍子又來了 你看我們說話也不太方便 那這個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比較快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又不快樂 不是 不是不快樂 不是 是這個 我們講話就是要比較有所保留 對不對 他們聽的都喜歡聽那種不保留的 對他們是喜歡聽不保留的 那剪接的時候會有保留的 剪接我不知道 要看阿魯 好不好 大家再見啦 大家再見啦 おやすみなさい Goodbye 大家晚安 再見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